一觉醒来俺们这又出妖娥子了 几个村民相后不服气 都说自己的座驾才是最牛排的 所以家里能拿得出手的东西 都拿来当障碍了 只是不知道那两桶这还要是哪个好学人 纯配的 不过这次行车肯定是无福消瘦 环保肯定没得说 但论装机力确实不早的 不大会第二个参赛者已经登场 我是万万没想到 都这时候还想着修车机 怕不是还没能清楚这比赛的到底是啥吧 记得是开超市的老李 这家伙在车上还跟儿子说 你就等着瞧好吧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大爷始终是他大爷 只不过这下场有点反转 当初的话有多嚣张 他脸就有多狠 看来看去还不如人家摩托车呢 真是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敢来挑战这种比赛 你瞧 观众看他都不顺眼了 现在上场的是二狗 这大哥还是老样子 人穷话不多 上来就是壮 来得快 脏得也快 但翻车更快 可让我感到疑问的是 村长那傻孩子也来参加了这个比赛 开着跑车干这事 真是有钱呐 不过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只要速度快 自身的重量就能增加 如果不是这么快的速度 根本不可能撞到最后这面墙 只是这车肯定报废了 哎哎哎哎 这是几个意思啊 只是追罪犯 还是这小子暴罗明不想参加比赛 被雪楼车逼着来了 反正不管是出于哪种目的 总之这效果还是不错的 三辆车就是三倍快乐 这威力也是不通翻详 越野车撞不倒的 巡逻车还能在后面帮忙 最后竟然把墙还撞到了 厉害 只不过到刚刚的时候 这小子竟然玩起了飘移 他知道自己有几件伎俩 所以想用汽车的惯性 横着把障碍撞完 只不过这速度 确实不如人家跑车 所以没成功 可惜了 但人家也成功保住了自己的爱车 半半斤 三分七 又是一辆新车 就这种比赛 脑子没有大坑的人 还真想不起来 像我爸们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是要玩游戏的蚂蚁哥 关注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